人人需要什么 武林就造什么 正光以星空为灵感 融合光影的魅力变化 做工相当精致 总以反馈十分淋漓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单位佩宁 这一年来在汽车市场 一直流传一句话 人人需要什么 武林就造什么 所以一提到武林汽车 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尤其是凭借超高的性价比 早已在SUV市场 小型车市场 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而今天我们要试下的车型 就是武林旗下的家轿车型 武林星光 那么光影这辆车 真的是广大消费中 所终于的车型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 先来介绍一下 这辆车的外观部分 在外观方面 武林星光以星空为灵感 融合光影的魅力变化 钱克山采用了展翼式的布局 以logo为中心 向外延展开来 极具辨认度 自动大灯气势很强 配合星彩灯组 横向贯穿星环日行灯 非常有意境 而来到车身侧面 可以看到流畅的车身线条 并且还有溜背式的设计 极具动感 相当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审美 再就是车尾部分 星环尾灯设计非常有科幻感 点亮好胡能文 恰似流行轨界 流炼星空 非常具有细腻 下方还采用大面积的黑色包围 运动感十足 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的长矿高分别为4835 1860 1515毫米 轴距为2800毫米 好了 讲完了外观的部分 我们再进入到车内 好好来看一下 进入到车内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内饰设计 内饰方面 五菱星光采用的是 较为简洁的设计风格 而拼色的内饰 则带来不错的世界质感 对称式 中控台配合15.6英寸 智能中控屏 以及8.8英寸液晶仪表 体现出了不俗的科技氛围 折礼鞋的新车搭载是 0OS 0C系统 于视频速度低于400毫米 幻影率高达98% 而且还支持20秒内 连续对话 以及低电量 低油量 疲劳驾驶 安全带未尽 导航 多媒体 空调等提醒 而在细节方面 360度水晶旋钮式换挡 做工相当精致 阻尼反馈 十分灵敏 操作起来 异常便捷 另外 新车前后 共设置了4个USB接口 最佳20瓦充电功率 充起电来 可谓是相当便捷 后排设有两个独立的出风口 进而提升了 后排乘客的舒适性 OK 我们再来简单的体现 这辆车的空间部分 在驾程空间方面 50星光提供了 不错的空间舒适性 并且该车还拥有 独特的躺椅设计 这样一来 就算是长途出行 也不会感到太过疲劳了 另外 50星光的座椅 还采用了综合人体工学设计 其双应动发泡工艺 将发泡软区 及硬区进行了分区 座椅人和贴合 面积高达11万平方毫米 座椅两侧 还采用了支撑性 很强的环抱质设计 头颈区 凹陷嵌入式承托 整体兼顾支撑性 和舒适性 而在储物空间方面 开车也提供了 14处储物空间 不管是放水杯 手机 钥匙 还是小型手提包 都能轻松应对 另外 加两个20寸登机箱 动力方面 我们这次试驾的车型 为纯电续航 150公里的版本 该车型搭载的是 灵溪混动系统 受1.5升自然式机 发动机和双电机 串并联构型的 混动变速箱组成的 其中1.5升30系 发动机功率为78千瓦 电机功率高达130千瓦 风车扭矩为320Nm 具体该车WLTC 百公里油耗 仅为3.98升 综合续航高达1100公里 而在实际 驱驾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这辆车 确实在燃油精进上 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 而且纯电模式 也可以满足 日常市区代步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 确实是很少的 当然 50星光 不只是燃油精进性 表现突出 其驾驶感受 对比同期车型来说 也是可悬可点 虽然车身比较长 但是转弯表现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底盘也很扎实 方向盘比较灵敏 几乎没有虚位 在传动装置方面 在实际驾驶过程当中 几乎是没有顿挫感 加速过程相当平顺 丝滑 当然 如果这辆车 能够在NVH方面 可以继续有所提升的话 那就更好了 不过对于一辆 10万级别的超A级家轿来说 50星光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 总而来说 50星光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不过 目前的家轿市场竞争 可谓是相当的激烈 很多自主品牌 也都在新农院家轿市场 进行了深入的布局 当然了 50星光主打的是空间大 油耗低这标签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产品竞争力的 再加上不错的价格 想必销量应该会有一定的保障 当然 大家不要以为 50星光给出了10倍的价格 可能就会缺乏科技含量 事实上 50星光拥有50零星混动 和神电电池 两项技术磅 所以才能在能耗表现上 拥有上加的表现 对于主打刚需 又比较务实的消费者们来说 这辆超高性价比的50星光 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本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